84岁的老太太因为牙痛肝呕住进医院 却怎么样也没想到就在病情危机的关键时刻 家属向医师求助 但所有医护人员正在拍团体大合照 完全无视病患危机的病情 7月15号上午9点14分 新内科全体人员陆续开始从病房区走出拍摄集体照 照相过程一直持续到9点35分 拍照拍了整整20分钟 在这个过程当中 老太太的家属1.3次向医师求助 却毫无回应 直到第四次医院发现 事态严重才经济替老太太治疗 但为时1万 15号中午12点36分 患者康金莲经抢救无效死亡 我现在质疑的是 你们没有在最佳的时间 给我们家进行抢救 这段时间你去哪 是吧 你在外面照相 你照相是不知道 不是 是我们叫了你不来 家属指针丽丽气愤难耐 医院回应解释 拍照是为了制作新的宣传手册 因为原来的新内科的科室奖件呢 它是没有了 需要重新制作一下 先拍宣传照 还是先抢救病患 输轻输重 医院自知理亏 摆地姿态 不断向家属致歉 原本想要制作新的宣传手册 不料却引起医疗就分上了新闻 宣传达到反效果 记者晚上的报道